行家灵动F45Triber奶茶充电器 是一颗外观好看 安全便携的45瓦氮化加充电器 不求极限噱头 但求每一瓦输出都安全稳定 是那种你买了就能长期放心 丢进包里的安全小伙伴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台小家伙可不是随便的充电头 它是行家最新推出的 灵动F45Triber 45瓦氮化加快充 别看它体积小 行家直接给它做出了三种风格 就像是告诉你 这是颜值和性能都要难捏的时代 45瓦这个定位正是手机和平板 甚至部分轻薄本最常用的功率区间 行家敢把它做成单口极简设计 意思很明显啊 要么就是性能真稳 要么就是在赌用户只看外表 到底是哪种 这个得我们来揭晓 今天我们就把这颗看似小清新的奶茶充电器 来一次彻底的压力拷问 到底是有盐有料 还是外强中干 测试结束 你就会知道答案 行家的产品啊 蓝色加白色的包装 行家的logo 旁边有充电头图案点缀 背面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这个是白色的 内部还配了一根非常柔软的 硅胶材质的线材 这个颜色叫抹茶绿 配套的清新的绿色硅胶线 这个颜色叫奶茶粉 同时里面也有一根粉色的硅胶线 三个盒子里面都有说明书 这个线材是非常柔软的啊 硅胶线材 充电头的颜值确实是做得不错啊 准分子敷感漆 轻敷涂存 它用亮色的塑料 作为一个腰线来点缀 两种颜色的设计 同一个色调一深一浅 来作为交错搭配 加上中间亮色的腰线 这样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充电口内部舌边为蓝色 旁边一样有亮面的塑料 作为一个点缀 折叠插角的设计 整个充电头的高度是41毫米 这边的宽度是36毫米 这边的宽度也是36毫米 连折叠插角的高度是57毫米 充电头的重量为63.8克 这跟线材的重量是31.3克 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充电头精致的外观 然后我们再来进入 测试部分的内容 17毫米克49毫米克raft 线材丶 Habfon 电子产品的规格信息 就像食品的配料表一样的重要 我们要养成看规格信息的习惯 45W单化夹充电器 型号为HKC04520023-111 输入100-240V全球电压 输出规格是 最高功率20V 2.25W 45W 深圳市航家磁元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 下面则是认证信息 循环10年 双路绝缘 室内使用 3C认证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解读 我们现在就是来检测一下 这个充电头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有融合快充33W 高通QC3.0 5V 9V 12V 3.6-12V 华为的FCP最高功率18W 华为的SCP最高功率20W 三星的AFC最高功率24W PD 3.0 45W PD 3.0点进去固定档为5个 最高20V 2.25A 45W PBS 3-11V 3A 33W的PBS DCP Apple 2.4 两个基础协议 从前面的协议测试来看 这个行家奶茶充电器 内部行的协议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马上来测试它的兼容性 首先是华为家的设备 超级快充开启 真实功率跑到19W左右 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华为公开版的22.5W协议 这一台是绿场系的真火手机 它优先启动的是PBS快充 这一个的话很不错了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6W的样子 如果是绿场24年以前 没有PBS的 它也是可以用的 它可以启动UFCS 33W的快充 这一台是荣耀的设备 看它能不能优先启动PBS快充 还是启动的SCP的超级快充啊 真实功率一样的啊 在18-9W的样子 这一台设备为蓝场的一部手机 同样的是优先启动的PBS快充 显示的是快速充电 有蓝场的快充标识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1W左右 这部手机为米家的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有多高 启动快速充电 开启的是PBS快充啊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4W的样子 这部手机为三星的骆驼10家 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2.0 启动的就是超快充电2.0啊 这个有64%的电 现在的功率可以到20W 如果电量低的话 它可以到30W左右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行家奶茶充电器 是驴是马 我们现在要拉出来616了啊 我们开始对手机进行充电测试 这部手机为绿场的一台设备 我们先采集PBS的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对它充电 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取消图 前面20分钟为25W的功率阶段 后面就开始了功率波动啊 这个波动区域 最低的功率是18W的功率 最高功率是26W的功率 大概持续了30分钟时间 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是完整的充电时间啊 从0到100 一共花了1小时09分钟 20多瓦的功率 充5800毫安的手机 一个小时零几分钟 也算是可以的了 这部手机为苹果16plus啊 电池容量4700毫安 目前电量还有2% 我们直接充电 采集数据 看看这个苹果充电曲线怎么样 这个苹果16plus啊 已经充了83个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 高功率的阶段 一共持续了17分钟 这个17分钟里面 有一个最高的尖峰 达到34瓦的功率 7分钟的27瓦功率 8分钟的25瓦功率 然后乘阶梯状 下降到21瓦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7分钟时间 然后又降到14瓦的功率 充了6分钟左右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8瓦的功率 持续了3分钟 就充到80% 降为5V的基础功率 进行捐流充电 充2%的电 充到80%的电 花了50分钟时间 非常标准的一个充电时间 在苹果16和15系列的 大功率手机里面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曲线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对这个充电头 进行烤机测试 两个45瓦的功率段 15V和20V 我们分别烤机 看它能够持续多久的 45瓦功率输出 首先是20V档位的 45瓦功率烤机 我们来看一下 近一个小时的 45瓦输出的功率曲线 第一次关闭45瓦功率输出 是在18分钟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用热像仪来采集 来一下它的温度 大概是63摄氏度左右 经过89分钟 它又开启了45瓦输出 10分钟过后又停了 这个停的时候 我们再次采集 表面的温度 还是63摄氏度左右 第三次也是停了89分钟 再次开启输出10分钟 表面的温度 还是在63摄氏度左右 这次15V3A 45瓦的功率 烤机我们来看一下 充电局限图 跟第一次20V档位是一样的 这一次是在14分钟的时候 关闭输出 大约也是89分钟 然后又开启输出 输出6分钟又关闭了 这一次我采集了两次温度 它的最高温度 同样是在63摄氏度左右 就关闭了功率输出 这个烤机测试下来 这个温控非常的精准 充电器温度最高的地方 是集中在这一个区域 都是在63摄氏度左右 就会关闭 45瓦的功率输出 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看 这个行家奶茶充电器 电能转换的吸力度 来测试它的AC-DC-DC的 两极转换效率 这个充电器是全球电压 我们测110V和220V 现在是110V60Hz的状态 经过十几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非常低 仅为0.05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18.3瓦 这边止流输出 14.7瓦 则算转换效率 80% 27瓦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31.8瓦 这边止流输出 26.7瓦 则算转换效率 84% 36瓦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42.6瓦 这边止流输出 35.8瓦 则算转换效率 也是84% 45V 45瓦功率 110V输出 53瓦 这边止流输出 44.8瓦 则算转换效率 85% 20V 45瓦功率 110V输出 52.2瓦 这边止流输出 44.9瓦 则算转换效率 86% 现在是220V 50Hz的状态 它的待机功耗 仅为0.07瓦 也是很低的水平 现在是充电器 输出15瓦的状态 220V输出 18瓦 这边止流输出 14.7瓦 则算转换效率 82% 27瓦功率状态 220V输出 31.2瓦 这边止流输出 26.7瓦 则算转换效率 86% 36瓦功率 220V输出 40.95 也就是41瓦 这边止流输出 35.7瓦 则算转换效率 87% 15V档位 45瓦功率 220V输出 50.7瓦 这边止流输出 44.7瓦 则算转换效率 88% 25党位 45瓦功率 220V输出 50.4瓦 这边止流输出 44.9瓦 则算转换效率 89% 这个航家充电器的 文波情况 我刚才把三个充电器 全部都预测了一遍 三个充电器的文波水平 都是差不多的 我随便拿一个 测给大家看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 161.3毫浮 平均文波 153.7毫浮左右 27瓦功率 文波最高 137.2毫浮 平均文波 127.6毫浮左右 36瓦功率 文波最高 132毫浮 平均文波 123.9毫浮左右 15V 45瓦功率 文波最高 137.5毫浮 平均文波 127.1毫浮左右 2545瓦功率 文波最高 137.97 也就是138毫浮 平均文波 122.2毫浮左右 老规矩啊 这款航家奶茶送电器 最后我们来个总结 先说外观 多彩磨砂质感的外壳 体积小角 晒口袋 带出门都不沾地儿 这个高颜值的外观 是它的加分项 再来说性能 协议支持融合快充 实际兼容性在多品牌手机上 都能够稳定的打开20多瓦的快充 实测苹果16plus 从2%冲到80% 只需要50分钟 这个速度已经能排到同类45瓦单狗充电器的上游 压力测试环节 20V 45瓦满功率烤机 18分钟 15V 45瓦烤机 14分钟 表面温度均在63摄氏度左右 就会关断功率输出 这种表现对于手机230瓦的日常快充 几乎不会接近保护点啊 即便是45瓦功率段的MacBook L 真实功率大多数在20到35瓦之间 这台奶茶充电器也是可以轻松的应付 效率表现 110V5档功率平均83.6% 220V平均86.4% 在小体积淡滑加充电器中属于中上水平 文波方面 5个功率短位都控制在130毫伏左右 低于国标200毫伏的要求 整体来看 这是一颗用料和调教 都以长期稳定为核心的小体积弹口快充 购买建议是 如果你主要是给手机和平板充电 或者作为MacBook L和超宝本的便携快充伴侣 行家奶茶充电器 是值得入手的一颗日常阻力 它的外观够简洁 体积适合旅行 通勤 随身携带 多彩磨砂的外壳 耐看 耐用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有长时间持续满功率 45瓦输出的特殊需求 它会在十几分钟后进入温宫保护 这是属于安全策略 一句话结尾 行家奶茶充电器 是一颗外观好看 安全便携的 45瓦淡化价充电器 不求极限噱头 但求每一瓦输出都安全稳定 是那种你买了就能长期放心 丢进包里的安全小伙伴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由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